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你停回来 再不会出现 落弃我的眷恋 所以你静静不放行 带给我们的心相亲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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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她说说吧 我倒要听听 现在学校里有什么吸引她的地方 学校就是学校嘛 还能有什么其他东西 有 真是有 小夕啊 上不上学啊 要不然连最后一节课也上不了了 是啊 爸爸送我 好嘞 不 你别去 怎么了 我今天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说 公司也有很多事情 我送她去学校很快就回来了 不说过你不要去了 我们去公司 小夕 你把小夕送到学校去 抓紧时间 别在路上耽搁 好的 小夕 对了 晚上早点接她回来 好 小夕 走吧 走吧 去公司吧 真不明白你 不明其妙 说吧 究竟发生什么大事来 你倒是说话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你这么古古怪怪的 你在那边进行得怎么样 挺顺利的 那我们几家搬过去好不好 你疯了 那你那么穷 我们搬那干什么呀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越是穷的地方越是有大力人 这中国这么大 还不够你折腾的 跑到那地方干什么去呀 方黎 我现在越来越不明白 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 没想什么 我只不过想一些公司的事情 真的 真的是为公司 我不在的时候 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好了 你回办公室去吧 还有一些文件再给你开了 你电了 你自己知道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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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莫名其妙 打电话的人告诉我 说是知道我们常有资金问题 要我们去找许文阳 他买了我们的药房 发了大财 说我们应该分红 真的 莫名其妙 不要管这人是谁 我们去找许文阳 叫他把这钱还给我们 不行啊 人家已经出钱 把我们的药房买断 我已经签了字 签字怎么了 你这个死脑筋 千千多啊 你怎么觉得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太好的 明天就去找许文阳 跟他说要几十万 我 你去不去啊 你不去我去啊 好好好 我去我去 我去总行了吧 小季 月月都走了 小季 月宝 小季 月宝 是谁 是小季吗 又没骗过你 月宝 你不是走了吗 奶奶还在担心看不着你呢 本来我就不愿意去 还好爸爸回来了 我和妈妈就不用去了 不走了 不走了太好了 奶奶 你干嘛哭啊 这儿风太大了 奶奶眼睛不好 流泪了 奶奶 我帮你吹一吹 我看见电视上面 都是这样做的 好了 好的 奶奶 你还难受吗 不难受 不难受 月宝乖 奶奶 你为什么一直叫我月宝 我是小季啊 我不要你喜欢她 比喜欢我多 奶奶喜欢 奶奶喜欢你 她是谁啊 是不是也是个小女孩啊 她是我的孙女 那她人呢 我怎么从来也没见到过她 我不知道 我也好久没见到她了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我是不是越像你一样过 奶奶 现在没有孙了 你怎么还在流泪啊 我知道 奶奶是想月月了 别哭 我长大了 你一定帮奶奶去找月月的 奶奶 你不要哭了 没有月月 还有我小季呢 奶奶 你不要哭了 走 我们去玩 好 好 进来吧 下长 您找我有事啊 杨老师啊 今天下午有一个国外参观团 要来我们学校参观兴趣小组 你那个班是最有特色的 所以呢 安排在你那个班 啊 我的班 怎么 你没有信心呢 不是 我是觉得有点突然 我对你可是很有信心呢 你去做一下准备吧 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学校争光 好 谢谢校长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 好 那我走了 同学们 你们看外面是不是比较是好玩啊 是 是 这有小鸟的 来听 看你们是不是想把这些东西给画下来啊 对啊 对啊 我想画草地 我要画画星人 你为什么要画外星人啊 外星人和我们一起画画 那好 看是外星人画的好呢 还是你画的好 我要画大象 为什么要画大象啊 蜡笔小星就喜欢画大象 蜡笔小星是谁啊 阿玛说蜡笔小星是小流氓 不是蜡笔小星很好的 雅叔 不是 好了好了 不要争了啊 好 哎呀 杨姨啊 哎 王主任 哎呀 杨老师 你怎么能把孩子带到这儿来 上课嘛 应该在教室里 哎哎 王主任 哎 这样也蛮好的嘛 哎 你们请 好 行 行 行 我趁心 同学们坐好了啊 坐好 嗯 那老师没有看过蜡笔小星 你们可不可以跟老师介绍一下啊 啊 杨姨 林珊 怎么会是你啊 这次参观团是我带的的 你先上课吧 待会儿我们再好好去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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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l 哎 哎 现在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 方丽为什么不和我联系 月月她又在哪儿呢 你也不用担心了 事情总有办法解决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知道方丽现在怎么样了 是啊 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究竟怎么样了 我想她一定结婚了吧 说不定连孩子也有了 也许她现在的生活过得挺不错 怎么样 你找到另一半了吗 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 我知道你还在想着方丽 你还想懂多久 不知道 连一条路走死了 机会有好多 只要你愿意随时都会来的 其实这句话呢 我也对别人说过 现在都在我自己身上了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理想 虽然这个理想不一定能实现 但不到最后总不会放弃 说执着也好 固执也好 不同之处是 这个理想值不值得你是追求罢了 但值不值得只是在一念之差 有的时候可能就走到底 有的时候可能就放弃了 而且很可能 这个理想在别人眼中 是很不值得一提的 是很可笑的 但在自己心里却是一个信念 是永不改变的 人总是要有理想的 有些时候这个理想 是支撑你继续走下去的 唯一的动力 你的理想是什么 找回我的孩子 拥有一个家 这是一个好的理想 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谢谢 你看看 这东南亚那边又不太平了 我们的生意又要难做了 这联合国是干什么吃的 光拿钱不办事 不快了 我去找我 行了行了 别去了 安静一会儿 再说 我还想跟你聊聊呢 聊什么 你真的觉得我变了吗 你说呢 人家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吗 我还真不习惯你这样 在家里和在公司里 完全像两个人 我搞不懂 哪个你才是真正的你 公司是公司家是家吗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在公司里 我们就是合伙人 不谈夫妻的事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觉得 我们之间不像以前了 什么意思啊 以前呢 我还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现在我真是摸不透了 太多的反复 我一点都没变呢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那么爱你 肯定又是你的电话 你接吧 不是我的电话 我不接 在家里还不让我轻易一点 好 我去接 喂 是大纲啊 你好 你好 这好久没联系了 最近怎么样啊 我呀 我挺好的 你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吧 啊 什么 哎 哎 哎 大哥 这个 我们的协议不是已经签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 这 这公司还要研究研究啊 那咱们再联系啊 啊 好 那 再见 怎么回事啊 说买药方的钱 要重新考虑考虑 什么意思啊 早就谈好了的事情 看到我们赚钱了 就要敲出杠了 哎呀 她的为人我清楚 这肯定是她老婆搞的鬼 这怪了 这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来 哎 她居然还知道我家里的电话 他们肯定早就有预谋了 哎 方黎 你说该怎么办呢 当然不给了 钱是小事 不能坏规矩 不然他们缠上我们怎么办 你就不怕 她来家里闹事 哎 这种小人的偷偷 你平常主意挺多的 今天怎么了 哎 说真的 干脆我们移民算了 哎呀 你这两天怎么动不动就要移民 动不动就要移民 你说你是撞见鬼了 还是怎么的 啊 这边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公司的那么多事情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 现在又来个追债的 我真受不了这个压力 那也用不着移民呢 因为到了国外去就可以舒服过小日子了 怎么着也比这儿强吧 这不现实的事情不要想了 啊 这有什么不现实啊 现在有好多人都投资移民呢 而且我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办出国了 有钱什么都能办到的 再说小季如果出国也挺好的 见得世面也不一样了 咱们大人先不说了 孩子前途很重要啊 这事啊 让我好好想想 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说定就定吧 再说还有我妈呢 到现在杨仪还没找到 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吧 你还是忘不了她 这是两码事 别又攒牛角尖了啊 但愿是我多辛烂 烦不烦啊 真是 去这么多啊 是的 麻烦您了先 先生的 先生请 好 大高 我也啊 来来来 快快快 我等你半天了 这么好意思 好久没和你一块喝酒了 咱们今天也好好聚聚 别这么客气 怎么样 嫂子的孩子还好吧 挺好的 挺好的 也没回去看看你们 是我的不对 今天啊 我就给你赔罪了 不不不 我知道你很忙 来 先生 放这儿吧 多吃点啊 这是我特意给你点的 挺新鲜的 好 谢谢 谢谢 哎呀 跟我客气什么呀 文阳 我真不好意思 哎呀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都明白 我解释过了 可是她 哎呀 嫂子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 你放心吧 我会让你回去交财的 啊 谢谢 真是太谢谢了 哎呀 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想想我真没用 什么事情都没有主意 哎 你家子都拿主意也不行啊 非乱套不可 我哪像你一样 事事都可以说了算 哎 我可以保证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 就算倒架在脖子上 我也不再干那种事了 说出来多丢人呢 哎 哎 大哥 少喝点 啊 不是我舍不得酒 你待会还要坐车回去呢 温阳 我心里不是滋味 你说 这跟要饭的有什么区别 哎呀 话不能这么说呀 大家都要生活嘛 再说呢 你那个小厂 还养着十几口人呢 哎 死撑着罢了 还有什么指望 啊 先把这些钱拿着 救救急 问一下 以后我还有什么办法 再帮帮你吧 啊 这么多 所以我要你别喝那么多 收好了 啊 啊 文阳 我敬你一杯 先干为敬 哎 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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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先吃点菜啊 咱们 说点开心的事 对了 你那儿子 还调皮吗 哎 坑个猴似的 别提了 哪天不闹点事 就万幸了 哎呀 我的小姐也是 也很特别 我看 像他妈妈 是吗 这没看出来 还说定什么娃娃亲 把这两个小祖宗搁一块 还不把个家给端了 来来来吃吧 啊 啊 我看 我看她们的小祖宗搁一块 我看她的小祖宗搁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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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放开我 放开流氓 别这么大火气吗 不就是娃娃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又不是纯情厨女 装什么装你 放开我 再不放我叫了 你叫啊 你叫大声点我更高兴 我这儿 可有精彩的照片呢 你们 画给我 想不想看 美女图啊 你们 拍了我的 不是我拍的 不过 你的身材不错呀 baby 夏琉 那我走吧 你也不像这个照片 到处散发吧 老大等着你呢 走 沈业 我们是自己人 好好干 好处多多的 下面的敌厅 就是我开的 这可是挑你发财的机会呀 这种脏事 我才不干呢 你装什么正经啊 你 你什么货色 我不清楚 我这是看得起你 我这是看得起你 干不干 我不干 我不干 不干也得干 怎么去 我不干 不干也得干 别给脸不要脸 老大 要不要把那些照片都 沈业是个明白人 不要吓着他 沈业 对吗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 就从公司拿钱 这个数个是在我权力范围之内的 我都说了 别给刘大纲钱 你这样做 坏了公司的规矩 你知道吗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能从公司拿钱的 那好 那你从我的分房里扣好了 算我私人给他的送行了吧 什么私人 你有没有考虑过公司的利益啊 公司能有今天 是从人家那张药方开始的 药方怎么了 我已经付过他钱了 也签过合同了 可人家这张药方不值那么些钱 他笨呗 谁让他答应了 王丽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冷酷 一点人情味也没有 生意归生意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人情事故扯进来 你有没有想过 咱们当初怎么奋斗过来的 有谁帮过我们了 如果现在事情不成功 又怎么办呢 行行行 就算我这次帮他一把 不会有下一次了好不好 我是冷酷无情 反正我只知道 做什么事情只能靠自己 我从来不会去求别人帮忙 我都说了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你怎么这么天真呢 真不知道你在生意场上 混了这么多年 怎么做的 你说够了没有啊 你行你能干 你是你强人 我算什么呢 重新量是你方总经理的丈夫 老直到这样 你要我干什么呀 爸爸妈妈 你们给我买了什么好东西 我的蛋糕呢 你们说呀 我的蛋糕呢 冰箱里怎么没有 小姬 爸爸妈妈有事要说 你先出去玩一会好吗 我也有事 吃大事 你们都忘了 什么事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们一点都不好 礼物也没有 生日蛋糕也没有 你们不是好爸爸好妈妈 你们坏死了 过来吹蜡烛吧 月月今年几岁了 八岁了 对了 八岁了 八岁了 长大了 一定像妈妈一样漂亮 妈 我们吹蜡烛了 不 再等等 说不定 月月会跑进来 和我们一起吹蜡烛 吃蛋糕 我总想着 月月过周岁生日的样子 有多热闹 我也想到小季 她总是叫我 奶奶奶奶 妈 来坐下来 咱们俩烂就吹了 来 奶奶 奶奶最喜欢月月了 我记得你说 你是我的手心 伟扬是我的手背 月月是我的心肝宝贝 妈 我一定会把孩子找回来的 我相信 我相信 来 吹蜡烛啊 给月月过生日 来 一 二 三 妈 方总 这是刚送来的 很新鲜的 谢谢啊 方总的要求 我们总是尽量满足的 不打扰了 请慢用 好 小季啊 妈妈给你过生日 好不好 吹蜡烛了 我不吹 我不喜欢 小季 听话 小季 快吹蜡烛吧 小季 你不是想过生日吗 现在蛋糕也有了 蜡烛也有了 好不好啊 来看 多漂亮的蛋糕啊 这上面还有字呢 我就是不喜欢 小季 听话快点吹 这碗生日蛋糕 我们早点回家 你们根本就不想 给我过生日 我也不想过生日了 你到底听不听话呀 不吹 我不想过生日了 不过就不过 你干什么 把孩子吓得 方天跟你一样霸道 小季 不哭啊 小季乖 不哭啊 小季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女儿 谁也不能把你抢走 又输了吧 你嘲笑我 我哪敢嘲笑老公呢 那我可真要感激提灵了 好了 好了 火也发了 电脑也发泄了 你别生气了好吗 我不对 我又没说你不对 可我说都是实话 我知道我有时候任性了 总是不和你商量 可谁让你把公司交给我管的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在家做太太呢 放心 你做不了太太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太大了 家里这点事还填不满呢 哎呀 别老实说话堵得气好不好啊 死那么多的事情 一样我喘不过气了 你玩游戏你还知道正胜负呢 更何况我管理公司呢 你不要总拿公司做借口 就算没有压力 你的情绪也未必好到哪儿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你的心里想的事太多了 我不是非要让你说出来不可 但是我不希望你一直处在这种情绪下 我劝你还是去看心理医生 不用去看心理医生 我正常的很 当然 你自己能调节好当然最好的 我只是希望我的家能温轻一点 不要冷冰冰的 我受不了 你觉得我冷冰冰的 我不会说你 就是感觉 欧阳 我哪儿做得不好 你说呀 我一定会改的 我一直在想 我们在乡下的那些时光 房子虽小 没钱 但是很温馨 现在什么都有了 却也失去了 我们一定可以找回来的 可以吗 一定会的 知道 欧阳 欧阳 你相信 我真的特别爱你 我一直都会爱你 永远都会爱你 你快放开我 你 你检查掐死我 我喘不气来了 真是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你常常会这么紧张 没紧张啊 我没有 也许是我想错了 可你真的让我紧张啊 文阳 答应我 我们好不容易 采有了今天的生活 千万别扔下它 我说你紧张 你不相信 你瞧又来了 你 答应我 行 我答应你 医生 怎么样 还不行 吃了太多的摇头丸 已经洗了胃了 早一点送来就好了 他能说话吗 还不行 醒了以后抓紧时间吧 要不然的话 对了 他口袋里的电话号码 你们找这个人吧 那好 麻烦你把他叫给我外面的同事 好 谢谢 沈焰 沈焰 你能听听我说话吗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他 他 他 币 我 告诉我名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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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哪 他怎么了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见他好吗 现在正在问话 你不能进去 我知道我告诉你 他不是坏人 你们真的弄错了 我没说他是坏人 你不要太激动好不好 同志 你是叫杨怡吧 是的 你进去吧 他想见你 好 谢谢 谢谢 沈嫣 杨怡 我等到你了 沈嫣 你会好的 好了以后 我就见你出院 我 我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女孩 一直生活在黑暗当中 她从来没有见过阳光 也没有见过漂亮的花草树木 彩虹虹虽然很美丽 但很快 它就会消失的 不会的 不会的 它永远停留在我的心里 不要说话了 不要用力 你会好的 没 沈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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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快 快 我真的留意 习惯你的双眼 会是自己的感觉 我的世界因你 医生他怎么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会相信 你会在身边 对不起 你们送的太晚了 珍妍 珍妍 你醒醒 你醒醒 带给我们的心 伤心 怎么了 妈 那 那 刚收到的鞋 妈 我的世界因你而转变 我会相信 你会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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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 这声音是不是很连心 在你 如上心不意的心 只听一听这种声音 我你 我你也更加美丽 我你 我你也更加年轻 我你 我你心跳不易 我你 我你 我你也更加年轻 我你 我你也更加美丽 我你 我你也更加年轻 我 太时 你也更加 apply 我你也更加美丽 我你也更加碉 我你以为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